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弟兄姐妹們平安 我們今天來看詩篇第一篇的一到六節 給個標題 奔向有福的人生 那一般人講的福 大概世人所說的福 大概就是瘦 富 康寧 然後有好德性 還有什麼 就是你可以高瘦 這就是誤福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要來看的 看著詩篇所講的福 那個有福就是走的意思 所以你在真言裡面 你如果收 你進去信望愛裡面 收這個字 有福大概有108處 再歸類一下 他大概講的就是走光明的路 然後有福就是要依靠神 然後行主的道就是有福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有福的人就是你會來到神的面前 坦然無懼地來到神的面前 得連續蒙恩會做隨時的幫助 好 這就是有福 聖經講的有福 所以奔向有福的人生 我們第一今天的經文裡面講的就是 你要遠離一切的罪惡 那我們看詩篇的第一節 一章一節 怎麼說 你看不從 然後不站 不做 對不對 然後還有惡人 罪人 謝曼人 然後你再仔細讀 我講值得讀 就是你要計謀道路 座位 好 我們一個一個來講 就是與罪要保持距離 不是說與罪人保持距離 我們知道主耶穌來到世上 本來他就是跟罪人 稅利 他們做朋友 對不對 可是他卻是與罪惡保持距離 好 所以我們要效法主耶穌的榜樣 詩篇裡面講到的 其實這些惡人 罪人 謝曼人 其實歸類起來就是不信的 不信神的 不信神的人 那為什麼會用這三個不同等級 代表他們不敬畏神 這些都是不敬畏神的 好 所以我們來看 第一個 惡人就是與神為敵的 惡人就是知道有神 可是卻不把榮耀歸給神 也不會感謝神 所以惡人很喜歡在背後動腦筋 然後出謀劃策 然後獻一些謀略 他也很希望有人跟他一起 去做惡這樣子 執行他的計劃 好 聖經裡面有誰是這樣 一例的兩個兒子 好 就是惡人 因為他不認識耶和華 好 那當然詩篇裡面 第九篇也有講惡人是什麼 就是忘記神的外邦人 最後會到哪裡 陰間去 好 那還有就是 詩篇裡面三十六篇也有講說 就是惡人的罪在他心裡面說什麼 我眼中不怕神 他們不怕神 就心裡面有神 好 我們來看 羅馬書一章二十節 自從創造天地以來 神的勇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雖是眼不能見 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 嗯 叫人無法推諉 好 所以當你看見神所創造的這些的時候 你就知道是有一位創造主啊 但是罪呢 就弄瞎了人的眼睛 使人看不見神 好 雖然知道有神 可是他不會把榮耀歸給神 也不會感謝他 他們會將這些 將那些不可朽壞之神的榮耀 變為什麼 會朽壞的 嗯 這個偶像就是惡人 好 那下一章我們來看 再來是什麼 罪人 就是射不中把心偏離正道的 就是犯罪的人 常常就是很喜歡有同伙 跟他一起作惡 所以這就是一個慣犯 就是習慣性的犯罪的人 他犯罪的時候他沒有罪疚感的 好像就是那個 跟吃飯一樣如此的平常 所以社會上有不少這樣的人 所以特別我們要小心這種慣性的犯罪 當你跟他傳福音的時候 你自己要更小心 好 我們來看 這個罪人就是射不中把心偏離正道 他知道神 可是卻不怕神 就像參孫一樣 他是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那個淫亂的罪 那他不覺得自己有問題啊 是不是 直到神的榮耀離開他 最後眼睛被挖了 活在黑暗當中 他知道有神 他知道有神也經歷過神的大能 可是呢他卻不怕神公義的審判 這是聖經的例子 參孫就是一個例子 再來我們來看這個謝曼仁 謝曼仁怎麼說呢 這個真言21章的24節裡面講 心高氣傲的人名叫謝曼 所以這個謝曼仁就是驕傲 驕傲是這個第三等級就是謝曼仁 他知道有神 可是呢他卻嘲笑神 我們看見有一些人會自比為神 那他不但自己做不好自己的事情 就是做不好的事情還會邀請人來 一起來攻擊人 攻擊什麼 攻擊藝人 諷刺藝人 這個就是謝曼仁 會羞辱人 會傷害人 大概就是這樣 那聖經裡面有一個例子 就是亞述王跟他的這個野戰指揮官 拉伯沙基 他們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一直從南到北要打下來 所以都一直打勝仗 對不對 所以他就嘲笑這個以色列的神 就是說你們的神能救你們嗎 嘲笑以色列拜的獨一的真神有什麼用呢 他可以救你們脫離險境嗎 我看你還是要到我們亞述的地方來做什麼奴隸 大概就是這樣 嘲笑神 嘲笑耶和華神 還攻擊耶路撒冷毀滅以色列人 這就是謝曼仁 很驕傲 驕傲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格外的小心 不要掉入這樣人的陷阱的裡面 好 我們再來看一節裡面 有三個步對不對 三個步 好 我們先把那個後面的 那個計謀道路 對 代表了就是思想行為聯合 就是他的深度強度是一直加深的 好 我們來看什麼叫不從 就是不聽從人的 然後乃聽從神的 我們先看完之後再舉例 有沒有 成功的例子 有的 約瑟 約瑟就是聖經裡面非常成功的案例 他被賣到埃及做奴仆的時候 他遇到一個有錢人對不對 他管理那個家 在那裡遇到老闆娘的試探對不對 老闆娘看到這個男的很MAN 很GIN對不對 所以呢 天天給他以目傳情 對他說 欸 你今晚來跟我睡好不好 對不對 好 約瑟沒有聽從他 後來呢 他就抓住約瑟的衣服對不對 約瑟就逃走了 好 這個老闆娘就要來告這個約瑟什麼 性侵他 所以約瑟為什麼會遠離這些罪惡 就是他堅持這個三步 三個步 就是不聽從他老闆娘的意見 就是不站 然後不站在把自己放在 容易被試探的位置 然後不做 不做是什麼 不將自己安頓在犯罪的環境的裡面 聖經說什麼 他不跟老闆娘 他的老闆娘一起 對不對 一起免得有試探 得罪神 好 這就是約瑟他不得罪神 他堅持這樣的原則 那聖經裡面怎麼說 雅各書一章十二節 人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他經過試煉以後 必得生命的冠冕 這是主應許給什麼 那些愛他之人的 那些愛他的人 那些敬畏他的人 那些守他話語的人 那聖經裡面有沒有失敗的例子 我們來看 亞倫的例子 這就是失敗的例子 他遇到試探啊 百姓跟亞倫說什麼 摩西上山很久沒有回來 對不對 亞倫就聽從這些百姓的建議 造一個金牛肚 這就是帶領我們出埃及的那位神 好 所以他在試探裡面 他有沒有堅持三步 沒有 所以他聽從人 卻沒有聽從神 所以他是失敗的一個經驗 好 我們看哥林多前書 十章十二節怎麼說 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 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 必要怎麼樣 謹慎 免得跌倒 所以我們不要把自己 我們不要以為我們自己 別人會 我一定不會 對 像這種的 所以當你遇到試探的時候 我跟你講 每一個人 基督徒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罩門 有些人是在金錢上比較軟弱 有些人是對權利 有些人是色這一方面的 所以每一個人都需要來到主的面前 求主幫助我們 這三步政策要做到 無論你是面對色情的試探 或是金錢的試探 或是權利欲望的試探 你都可以讓自己不犯罪 你都可以選擇 你可以選擇吧 你可以選擇你要走這個有福的道路的理念 就是再來我們要看這兩經文裡面 第一節講有福的人告訴我們怎麼樣 不該做的事 對 不從不站不做對不對 好 再來第二節要告訴我們 有福的人該做要做什麼事情 對不對 這經文裡面 你看這個圖很可愛 每一個那個抽煙喝酒經過聖經底下 每一個人都是這樣比較正常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第二我們要什麼 喜愛 喜愛上帝的話語 好 我們來看第二節 其實這經文都很熟 唯有喜愛 耶和華律法 昼夜思想 這人變為有福 好 這個有福第二節本來是在第一節裡面的 好 律法 其實這裡就是神的話 你從詩篇第一篇到四十一篇 他這是一卷書 他是從有福開始 有福開始 一直到四十一章的第一節 也是眷顧貧窮的有福 頭尾 結束都在有福的裡面 好 就是告訴我們 怎麼樣得著真正的這個Hockey 好 再來 什麼是喜愛神的話語 好 我們知道那聖經裡面 不管是以西傑或是這個老約翰 他們都有講過 在意象中吃下那個書卷 有沒有 就甜如蜜 對不對 所以神的話是 裡面是藏著好處的 就像詩篇 十九篇 十節一樣 他比蜜更甜 對不對 而且比蜂房下低的蜜更甜 這是喜愛主的話的人 都會覺得神的話很甜 很甜美 像這一張圖 還有什麼盤石出的這個蜂蜜 叫人保足 就是它很純淨 然後你看這個圖 你就會覺得 如果是這樣形容神的話 你要不要摘下那個東西 你會不會覺得 好想給它吃一口 對不對 神的話就是這樣子 勝過許多的金金 也勝過這些甜如蜜的蜂蜜 那就是如果你一個人 你很愛神 可是你常常忽略神的話 那這就是說謊了 你默想神的話語是什麼意思 那等一下我們來看 就是說 當你默想神的話語的時候 不是獲取知識 我們要知道 默想神的話語是跟神建立活潑的關係 這是重點 所以喜愛神的話語 你會第一個行動就是會思想 就是默想 就是希伯來語的那個哈嘎這個字 就是低頭說話 很低很低的聲音 等於是你在吃靈涼 默想神的話 你需要吸收神話語的一個養分 剛才我來的時候 安妮就說 美甄姐 你抽經文了沒有 我說沒有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因為我最近都是很忙 那我爸爸半夜起來 都是會要再吃飯 所以都要起來住 然後他起來上廁所什麼的 我幾乎是沒什麼 很久沒有一覺到天亮 這種狀況 然後安妮跟他走來說 你不要抽金句 我心裡想說 這種我不太信這個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我不是說這個零食 抱我婆娘還不如我天天讀金對不對 他就說美甄姐很準 好 來我給你一下 我抽到的經文 四篇 四篇第八節對不對 我必然安然睡覺 因為獨有你耶華使我 安然居住 感謝主對不對 神會讓我安然居住 今天這個經文怎樣 就是神給我瑞瑪的話語對不對 我回去要跟我爸爸 一起默想這個話語 就是思想神的話語 好 再來看一下 約束雅記一章八節裡面 這律法書不可以離開你的口 總要奏業思想 也是那個哈嘎 好使你謹守遵行 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 如此你的道路就 可以怎樣 橫通 凡事順利 你看 約束雅聽得見 神說的話 然後 當我們在讀神的話語的時候 我們就要知道我們的道路 我們默想神的話語 神喜悅 神會賜福我們 亨通 而且凡事順利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保羅 他怎麼教導提摩泰 如何教導提摩泰 這一節的經文 在提摩泰的前書 四章十五節 好 這個 這些事你要因勤去做 雖然他是希臘文 那個做就是默想的意思 要 並要在此專心 使眾人看出你的掌勁 就是你的益處 所以那個 這個兩個字 等於是新約的希臘文 跟這個舊約的希伯來文 是同一個字 就是你要默想神的話語 那你注意這節的經文 使眾人看出你的掌勁 眾人可以看見默想的結果 可是當你默想的時候 是沒有人看得見的 可是人可以看到 你默想出來的結果 是 默想出來的結果 你結出的果子是 讓人可以看見的 好 我們來再看下一個 就是說你大量的讀聖經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大量的讀聖經 那大量的讀聖經是 加深你對聖經的一個廣度 那默想神的話語就是 加深我們對神話語的深度 讀神的話語我們可以慢慢的讀 你可以讀出聲音 而且一直停留在你的裡面 你可以一直默想 所以待會我回去路上就默想這句話了 好 晚上就可以睡得好了 好 就是你來來回回要好幾次 對不對 一直到這個話語深植在你的裡面 透過聖靈的幫助 化成我們生命的道 好 那大家都知道 最近我在照顧我爸爸 他生病嘛 那這陣子是我們出院以來 住家裡最長的時間 好 就是他很平穩 對不對 不像在醫院的時候 你看醫院的時候 那個病危通知要送安寧的時候 其實他是我講過 他發不出聲音了 你知道到那時候的人 大概嘴巴都是張開開 類似那種狀況的 可是他現在可以 因為我們在醫院沒辦法說 揚聲讚美神啊 是不是 可是我們回到家每一天 用他最喜歡的經文 來默想 來禱告 我就陪他大概十分鐘 有時候是這樣我會忘記 我自己領修完忘記 然後爸爸說 你今天把耶穌忘了 我說喔 對 我還沒有帶他禱告 還沒有帶他讀經 然後我常常在醫院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說 像我得癌症的時候 我有神瑞瑪的話語啊 我心裡就怎樣 剛強壯膽 對不對 好像拿到上方薄劍 就是我還不會去見上帝 所以我就很有勇氣 可是我就想說 他老人家到底會不會有 瑞瑪的話語都已經這樣了 也會記不住了會不會 可是他在病床上 他很喜歡一節經文 然後每次都會念這段的經文 就是詩篇 103篇的一到三節 我們來聽他唸看 他現在的狀況很好 他説明我所有罪 他自豪無性病 他救我脫離死亡 他以憐憫慈愛煩惱了我 他用忠誠都沒無能幫助我 是我青春常住 健壯如陰 我把他改了 因為他的版本 跟我們不一樣 可是我很喜歡 後面那個 青春常住 健壯如陰 我之前有跟幾個姐妹 在導讀這段經文 我突然 突然眼睛一亮 你看我紅字 一切 一切恩惠 一切 神給我們的是一切 滿滿的 一切的美物 然後什麼 他的慈愛 他的怜悯 他的赦罪 全部都在這一節的經節裡面 還有他一切 醫治 醫治我爸爸一切的疾病 對不對 所以我就 我就很感謝 雖然上一次 我想牧師分享過 他的那個正直攝影說 沒照到 然後 那我就很開心 然後我自己以為 沒照到不是就沒有嗎 沒有問 後來我想說 我1月9號我一定要去問 沒有是因為他做了標靶兩次之後 這個藥物對他 有產生效果 所以真的是沒有了 還是怎麼樣 所以 可是他可以念神的話 就是神機了 他已經80幾歲 他說我都記不起來了 然後我說這樣子 你記不起來 我們以後每一次靈修都是這個 老先生就忘記 我說那你寫下來 後來他真的 他真的就寫下來了 他自己寫下來 他不是一次就想起來 他寫了第四章 第四章之後 才把他自己的版本 全部寫起來 所以我們現在 每天的靈修就是這個 然後主導文 不管他喜歡用英文 他中文 就是讓他可以記住 所以他就很開心 對不對 默想神的話語 神給我們力量 我相信神在我爸爸身上的 一字就是完全的一字 有時候人會小心 可是當你宣告出來的時候 就有力量 可是有時候 我們要默想神的話語 是不是做不到 對不對 你看這張圖 我們做不到 在哪裡 就是有拉扯嘛 對不對 這張圖你一看就知道了 好我們要來看一下 下一張 好 就是伊甸園的新思戰場 你有自己的思想在裡面 也有撒旦的思想在裡面 還有上帝的思想在裡面 三種在裡面 好這是一個 其實這個概念 師母講很多啦 好這些的拉扯啊 就是你自己 你跟神還有撒旦當中 好這思想的來源 那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在一般的媒體的裡面 撒旦會透過各樣的媒體 平台 甚至一些教育系統 來用這些來 散播一些比較負面的 或是無中生有的 會影響我們思緒的東西 或是你情欲的東西 好所以呢 神的思想在我們裡面 我們就格外重要 如果你常常是思想 神的話語的人 你就比較不會有這樣的 等一下講的影響 如果你沒有神的話語的人 你就常常在那個拉扯 就你自己的思想 然後撒旦的 神的話語都沒有 然後你就會成為失敗者 有時候你看這個圖 你就會覺得 你是不是有很多的想法在裡面 有時候我們會 你看那個點贊有沒有 各樣的平台 你如果被捆綁住 你就很可憐 你天天沒有跟人 你發的文 沒有人跟你點贊 你就超痛苦的 然後你天天就在這邊 平台的裡面 沒神的話語 平台是很好 可以讓我們傳福音 可是不是捆綁我們 你還是需要神的話語 那聖經的知識當然不能 我講不能保證你一定有行為 帶出行為 可是需要聖靈的幫助 可是如果你沒有神的話語 你更糟糕在裡面 所以我舉一個例子 比方在醫學上 已經告訴我們很清楚 抽菸會得肺癌對不對 然後其實有抽過抽菸的人 跟沒有抽菸的人 差距很大對不對 在醫學上的話 你看這些菸傷 不是說會肺癌嗎 可是菸傷的廣告還是一直打 菸盒裡面寫什麼 就是說也寫抽菸會得裸患肺癌 可是有沒有人抽 還是有人抽啊對不對 這就是知識 可是行為沒有改變 那一樣是做 幾年前我韓國的一個朋友來 他就跟我講說 他要看那個亮亮亮亮的 我想亮亮的是什麼 我就找出來 這個叫什麼 這是我們中國文化耶 人家來都說我要去看這個 這種東西亮亮的他們知道賣檳榔對不對 那吃檳榔很容易得什麼 口腔癌對不對 媒體也是大肆的講對不對 不要吃檳榔啦 不要吃檳榔有效嗎 檳榔攤生意很好 而且都紅到國外去台灣的文化 所以這就是我講的 就是說沒有聖靈的幫助 這只是一個知識而已 所以最重要的我們要讓聖靈 帶我們進入一切的真理 然後活出一切的真理 然後你生命才可以 行為才可以改變嘛 可是相反的 不是說神的話語不重要 聖經的話語 你沒有聖經的話語的話 你會更糟糕 所以我們就是要一直 反覆思想神的話語 就像那個牛吃那個草一樣 一直反除一直咀嚼 可是你吃太快的話 會不會有危險 如果老人家吃快的話 就有危險 你不要覺得你年輕 吃太快不會有危險 吃太快會怎樣 會噎到 會拉肚子 就是這樣 好 就是消化系統不良 所以神的話語 是要慢慢一點點 一點點吃的 讓你吃進去裡面 然後成為你一天的幫助 所以神的話很重要 約翰福音六章六十三集 耶穌說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 就是靈就是生命 就是靈就是生命 所以默想神的話重不重要 重要啊 下一章我們看 人如果沒有思想神的話語的話 我們的心思意念 我們的心思戰場 就很容易被那個荊棘所佔據 然後你的行為就會越來越偏離這個福氣 離福氣就是越來越遠 當然我不是叫你二十四小時都默想神的話 就是神的話要在我們裡面 浸泡在裡面 比方你今天讀到神的話語 忍耐對不對 好 關鍵字忍耐跳出來 今天聖靈提醒你 你今天就要忍耐 結果呢你一到辦公室開心 然後沒有多久 就跟人家吵起來了 早上讀的忍耐都丟到一邊去了 好 一進辦公室就跟人家發生衝突 會不會是這樣 是啊 所以默想神的話 分別為聖給神 就讓我們享受神的同在 我們有神的話語 才會累積那個屬靈的庫存在裡面 當你遇見試探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勝過試探 當你遇到這個路不知道怎麼走的時候 神給你智慧來選擇 這就是福啊 讓你可以勝過試探 好第三節 他要講那個要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按時候結果子 葉子也不枯乾 凡他所做的 盡都順利 你看這節的經文 第一句有供應 然後結果子也有見證 對不對 葉子不枯乾這樣 有活力 然後呢 凡是盡都順利 是不是有那個保護 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扎根之後是不怕什麼 颱風吹倒啊 溪水旁固定在那邊快樂的成長 好我們來看 昼夜思想神的話語 剛才那一句就是兩個結果嘛 按時候結果子 凡是盡都順利 好我特別選了 反正要講樹嘛對不對 我特別選了那個 馬達加斯加的這個 叫猴麵包樹 它有一個大道 大概兩百公尺 你看那個人都小小的裡面 然後它會結那個果子 欸那很高欸 那果子你看那個果子 會掉下來 他們就在樹底下撿撿去賣 那你說不會破 不 它的殼很硬 你打開來之後 它吃起來是像麵包 所以叫猴麵包樹 然後呢 你把它用水攪成汁之後呢 它會變成果汁 然後裡面的籽呢 你給它烤一烤 它就變成那個 可以吃的東西 那這有一個傳說 就是這棵猴麵包樹 聽聽就好 在創世紀裡面 這棵樹太驕傲了 所以給怎樣 給上帝趕出來 它長得真的好欸 可是你想在漢地 怎麼會長成這樣 那有的下一張 就像以色列的 它在荒地裡面 它有雨季嘛 它就是靠那個雨在那邊 有一些雨水 在地裡面的濕潤 讓它很突出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棵樹 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我們知道很多 聖經裡面很多樹對不對 香薄樹 橄欖樹 葡萄樹 他們生長的地方都不一樣 有高山 有平原 有山坡 各個樹種 你看 你單獨看它們 都有不同的風格 等於是叫人看 你看的時候 哇 這棵樹真好 對不對 非常的欣賞 你看到香薄樹 哇 你會很驚訝 就看剛才那紅麵包樹 是一樣的 所以每一種樹 都會向人發出一個信息 就是你來看我的風采 那它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風采 取決於什麼 陽光跟水嘛 那我們好 那我們應用一下 基督徒的生命 是不是一樣 你要展現出那個你的生命 你要結果累累 你要有美好的見證 取決於你跟神的關係嘛 你有沒有跟神有靈交 有沒有被神喂養 被神供應 看這個嘛 那什麼叫按時候結果子 果子有塑成的嗎 沒有 結果子很痛苦 你不要以為結果子就很好 當然也沒有亞苗助長的 我們來看 如果你結了 你跟神的關係很好 對不對 你怎麼結這些果子啊 結這些果子的時候 你跟它包容忍耐溫柔 謙虛 尤其是那個牢樹 當我們被冒犯的時候 被傷害的時候 要結什麼 牢樹的果子對不對 結不出來怎麼辦 結不出來 就要跟講 祝福我的力量不夠 你加添給我力量 結果子不是我們 不是為了我們自己 是為了什麼 結果子是為了要去祝福別人嘛 要去幫助別人 造就別人 成為別人的祝福 所以當然葉子不枯干 我們來看一下 葉子不枯干就是在講這個 就是我們跟神的關係 在我們的生活的每一個層面 你的人際關係 你的家庭關係 你心中有平安 你健康 你健全 這取決於是我們跟神的關係 才會有下一節尾巴 第三節尾巴 凡他所做的勁都順利嘛 不管你是律師 你是法官 你是商人 你是管家 凡你所做的勁都順利 當然這裡講的不是中國人所講的 萬事什麼 萬事如意心想事成 這個不是 凡事是照著神的旨意 什麼叫照著神的旨意 上文剛才講 不從不戰不作 要奏葉思想神的話語 像約瑟一樣 對不對 能夠勝過任何的環境 都可以得勝 經歷過這些 你要從神的眼光來看 不是從人的眼光來看 你就盡都順利 是合乎神的旨意 所以統稱 如果你做到這個 你就是藝人 你就是有福的人 那個特征就是什麼 整理一下對不對 不跟世界同流合污 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而且昼葉思想耶和華律法 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按時候有結果子 葉子也不枯乾 對不對 好 這是重點 那藝人的生命 就是當你信靠神 人的生命 是會成長的 你經過風吹雨淋 日曬各樣的考驗 你會成長 我們就是要往這個方向 好 再來第四節 惡人並不是這樣 乃像康批 剛才在溪水旁 是豐盛富饒的生命 對不對 那康批就是死透了 什麼叫惡人 剛才講與神為敵的 惡人是知道神 卻不榮耀神 而且不感謝神的 我們來看康批 這個以色列人 以色列拿撒撒村的 他們農民 就是把那個 比較輕的康批 他會吹到遠處 比較重的賣力 就會落到近處 就把它分開 那聖經有沒有什麼樣的例子 是這個 好像枯乾的生命 死的生命 我們來看 西律王 西律王 西律王雅吉帕一世 這個人是誰 就是那個抓雅各 殺彼得的 這個西律王 推羅西頓的人 就惹了這個西律王生氣了 然後西律王就不給他糧食了 然後推羅西頓的王就來求情 就說 你們賣糧食給我嘛 然後西律王就穿著他的袍服 然後坐在寶座上 就開始訓斥那個推羅西頓的人 這些人為了糧食 逢淫慘媚公為這個西律王 他說 喔 你說話的這個聲音 不是人的聲音 不是人的 你說話是神的聲音 不是人的聲音 然後西律王就龍心大躍 當他龍心大躍的時候 神就出手了 就讓蟲子咬死他 這就是怎樣 被風吹散的康批 下一張 在人的面前 他是世界的王 很有分量 在神的面前怎樣 沒有 康批 所以你要選擇有福的人生 你就要更多的來仰望神 要來熟讀喜愛神的話 默想神的話 再來最後 你要相信最後有審判 我講的審判是 正因為有神 正因為神要審判 所以才會有 一人二人的結局不一樣 可是當我們來 要講這個結局 二人跟一人不同的結局的時候 我們先來看 彼得後書二章九節 主知道大救敬前的人脫離試探 這句話很棒對不對 把不義之人留在刑罰之下 等候審判的日子 弟兄姐妹我們一定要相信 主大救敬前的人脫離試探 所以第五節我們來看 好 因此審判的時候 二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 在一人的會中也是如此 神是聖結的神 在神的面前不蒙悦納 站立不住 就好像誰 雅伦的他那個兩個兒子 拿達跟雅比戶 對不對 神說啦 這個火要從祭壇上拿的 才能獻 他們卻自己預備自己的火 沒有照著神的吩咐 所以雅伦的兩個兒子 雖然是祭師 可是他們是二人 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 所以天上有火 就燒死他們了 祭壇上的火是哪來的 就是也是天上來的 神是公義的 二人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 所以我們要知道 神看重的是什麼 我們內心的動機 祂是按著祂的真理來審判我們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敬畏神 第六節 因為耶和華知道 耶和華知道 就是一人的道路跟二人的道路 你看啊 第一個是有福對不對 首尾 有福開始滅亡 最後一節結束 那一人二人怎麼分 就是我 我好像講過好幾次 就是一人會求告神 會悔改 不會褻瀆神 在患難的時候會呼求神 當然一人不是說 他不會遭遇到患難 你看彈衣裏的三個朋友 跟保羅跟約伯一樣 神沒有應許 一人不遭患難 相反的 一人會受很多的苦難 像約伯一樣 還有彈衣裏的朋友 丟進火窑一樣 彈衣裏被丟在獅子坑 那保羅被下監獄 那彼得呢 被倒釘十字架 那約翰呢 被放逐到拔摩海島 可是在這些患難的一人當中 他們經歷神的同在 寫下美麗的詩篇 然後生命更聖結成熟 然後做神榮耀的見證 成為美好的榜樣 來激勵我們 所以呢 詩篇會呼求神 對不對 詩篇二十五篇第四節 耶和華求你將你的道指示我 將你的路教訓我 再來 詩篇六十七篇二節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 萬國得知你的救恩 所以主耶穌來就是為這個 再來 再念一個 真言二章八節 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 護辟進前人的道 不僅如此 我們知道喔 下一章 詩篇第一篇這些人 都是在亞當里的人 所以這條路通往 通往神的道路 生命術的道路 是被關閉的 對不對 可是呢 好 下一個經文 以赛亞怎麼說 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發現 你們豈不知道嗎 我必在曠野開道路 在沙漠開江河 再來 好 詩篇八十四篇五節 靠你有力量 心中向往席安大道的 這人便為有福 好 詩篇裡面 三個有福 最有名的經文 就在這裡 第一個 就是今天的 奏夜思想神的話有福 然後 心中向往席安大道的 有福 然後什麼 罪得赦免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 這人有福 好 這就是今天講的福 可是福 我們講 剛才講一棵樹是基督徒的生命 也預表了基督 用三章來看一下 把這個 以赦亞書第十一章的概念 可能你讀不懂的 打來打去啊 跟以法蓮啊 跟菲利斯啊 我整理了一下 好 耶和華就是大樹 是生命樹 一致萬名的 我們要從樹根 樹幹 就是樹幹回到神的裡面 就是加拉太書講的 以信為本的人 好 我們以信 就是你如果以赦亞書講耶穌的本 那就是因信成義 強調的 簡單 雖然都是指向基督 可是我講的就是 要聽道信道 這是本 那你經過了你信妄愛之後 你要回到根的裡面嘛 怎麼信 就是我們藉著學習真道洗禮啊 因信成義彼此相愛啊 我們才會返回那個根源嘛 再下來最後這一章 所以你最後是落葉歸根嘛 根 你看那個根就寫基督 好 那要回到根要怎麼樣 就是你內在 你內在 你那個要嫉妒要除去 要跟什麼 弟兄和睦彼此相愛 你對外 你那些試探引誘全部要除去 所以主耶穌才會講說 約翰福音十四章六節才講說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著我 沒有人能夠到父那裡去 所以到他那裡去的 只有這樣的一條路 一條的道路 好 所以下一章 我們看兩條路 第二節跟第六節 一條是有福的道路 然後一條是通往滅亡之路 就像康批 一條是會結果子的路 好 所以動畫給我來一下 滅亡之路就像什麼呢 我們來看 動畫 好 那就是 該隱的道路 巴蘭的道路 可拉的道路 都是滅亡死亡的道路 可是有一條真正的道路 是光明的道路 是葡萄園的道路 這是十字架的道路 是人所不能是不能走的 唯有你來信靠神 神才能夠帶我們走這一條道路 所以這就是 你要奔向有福的人生 所以你就要選擇 對不對 好 如果你選錯了 你就淒涼 你選對了 你就有福對不對 好 兩種的人生 兩條道路 兩個結局 所以我們要好好想想 就是我們要做智慧人嗎 你要做智慧人 你就要選擇跟隨主 是一個永生的道路 沒有第三條道路 one way 只有一條 信耶穌得永生 不信者 怎麼樣 罪已經定了 好 所以最後我們要看 這個福靈道我們 我們如何做一個結論 奔向有福的人生 要注意的 在提醒我們的 就是要遠離一切的罪惡 然後你要喜愛耶穌華的律法 神的話會在我們的裡面 當然我們不要為作惡的心懷不平 我們知道最後末了一定會有審判 願神赐福每一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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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pe 水 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